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她那张脸就烦 于是我向她提出了离婚 她笃定我会后悔 可是后来哭着贵求我复婚的人是她 今天是我和姚欢结婚三周年 我早早结束了画室的工作 去附近的花店买了一束鲜花 打算今晚给她一惊喜 她工作太忙了 要是我不提醒的话 估计不记得今天会是什么日子 我和姚欢是在一次画展上认识的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目光中 她买下了我的那幅画 她很欣赏我的创造力 我和她成了朋友 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在一起 她个性很要强 我喜欢她的坚毅 愿意做她身后的男人 已经到了饭点的时间 她还没回来 我看着外面的瓢泼大雨 突然想起她的车最近 似乎送去维护了 看这情况 她即便是坐车回来 也免不了临时 我拿起车钥匙 打算去她公司接她 姚欢下班了吗 我问前台 前台的小妹瞥了我一眼 眼神却带着轻蔑 总经理和客户吃饭去了 邵先生还是回去吧 我眉头微皱 忽略对方的眼神 继续追问 那你知道他们 去哪家酒店了吗 她有些不耐烦 当然是总经理常去的那家了 亏你还是总经理的丈夫 这都不知道 谢谢 我朝她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前台嘟囔了一句 软饭难还挺讲礼貌 不过也就这点优点了 也不知道姚总看上了她哪里 我没有同她争吵的想法 事实上 在我决定退居幕后 就已经猜到 世人会说些闲话了 可生活是自己过的 只要我和姚欢婚姻幸福 那这一切都不是什么问题 到了酒店楼下 我给姚欢打去了电话 毕竟是与客户吃饭 我并不想冒昧地出现 可她却将我的电话给挂了 接连发了几条信息过去 她都没有回复 我神色凝重起来 平时她不会不接我的电话 哪怕是开会的时候 我打过去 她都会在挂断后 再发条信息告诉我 我下了车 询问了酒店经理 她订的包厢 便找了上去 门还未推开 我便听见 里面依稀传来的声音 姚经理 你这么年轻漂亮 怎么这么早就结婚了 是啊 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竟然能和你结婚 众人都在笑 姚欢也在笑 她细血地道 我家那个 也就只能 做些洗碗做饭的事 那里比得上 在座的各位 以前她还算长得不错 现在我看着那张脸 都觉得烦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我呆愣在原地 已经觉得烦了吗 可是昨天她还在我怀中撒娇 说她最近太忙 要我好好弥补她 门突然被打开 摇欢面色微红 眼神也带着几分迷离 可是看到我的时候 像是受到惊吓般 瞪大了眼睛 随即面露不耐 你怎么来了 她步子有些不稳 我抛去刚刚的胡思乱想 忙上前搀扶她 可一个男人 先一步环抱住了 她的肩膀 她是谁 男人上下打量着我 不屑开口 摇欢并未推开 男人的靠近 只站直了身子 你们刚刚不是 好奇我嫁的是谁吗 诺 就是她 男人轻蔑一笑 摇欢 这么些年 看来你的品位 降低不少 这种人 你也吃得下 亦是冲动而已 更何况 要不是你当初 弃我而去 我有必要随便找个人吗 她微微抬起手 挣脱开了男人的怀抱 忧愿地看着她 我的喉咙 像是吞了刀子一样 疼得厉害 老婆 你难道不需要 和我解释一下吗 她摊手 毫不在意地道 如你所见 我就请人上门来找我了 暂时没有出轨的想法 我几乎遏制不住 心中的愤怒 双拳紧握 瞪着她身侧的男人 欢欢 我这次可是特意 为你而来的 希望你能给我 一个准确的答复 三天内 姚欢面露犹豫 在我们俩身上 扫尸一眼 我再也憋不住 直接抡起拳头 直接砸向那男人的脸 当着我的面袜墙脚 是可忍熟不可忍 男人猝不及防地 被我掀翻在地 我正要继继续打他 啪的一声 姚欢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我的眼镜掉在地上 直接摔碎 够了 她愤怒地将我推开 然后把男人扶了起来 我后退几步 脸上的灼热感愈发强烈 少臣 你不要在这里胡闹了 我愣在原地 看着他们依偎在一起的画面 觉得无比的刺眼 你先回去了 有什么事 我们回家再聊 她不耐地开口 我低着头 努力将眼中的酸色感压回去 带着几乎祈求的语气道 你不和我一起回去吗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 她还记得吗 少臣 不要让我更讨厌你 门直接关上 彻底隔绝了我的视线 周围来来往往的人 看着这场闹剧 对我一是指指点点 我蹲下身子 将眼镜剪了起来 已经满是裂痕的镜片 割破了我的手指 血鼓鼓地冒出来 我却感觉不到疼 还是服务员看不过去 递给了我张窗可贴 才将这些指住 谢谢 我瞧着地面滴的血 苦笑 看来得麻烦你们清理一下了 从酒店出来 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我坐在车里 等了许久 摇欢和他们终于出来了 男人揽着他的腰 在他唇边落下一吻 他面带微笑 并未抗拒 我浑身冰凉 看着他们上了同一辆车 回到家之后 我看着满地的玫瑰 自嘲一笑 将所有的东西收拾干净 包括买的那束玫瑰花 也一并丢进了垃圾桶 直到半夜 大门才被打开 摇欢醉醺醺地走了进来 努力不去想他们 这么长的时间去做了什么 连忙扶着他 坐在了沙发上 给他倒了杯热水 他捂着眼睛 躺在沙发上休息 原本有千万个问题 想要质问他 可见他疲倦的模样 我又忍不住心疼起来 想抱抱他 可手还没有接触到他的身体 就被他一把拍开 别碰我 你真的很讨厌我吗 我微全手指 垂下眼睛 他语气满是不耐 少臣 你看看 你现在还有什么是值得我喜欢的吗 但凡你有唐子七一半出色 我都不会这么辛苦吗 我嘴巴张了又张 欲言又止 当初是他觉得 比起一个和他一样的人 能在他身后支持他的男人更好 现在 他是后悔了吗 我心疼得厉害 唐子七就是今天晚上在他身边的那个人 他的前男友吗 那你是要和我离婚 和唐子七在一起吗 摇欢一愣 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随即讥笑道 少臣 你以为你这么说 我就会怕 你离开了我 就什么都不是了 别想威胁我 我和唐子七的事情 也轮不到你来管 做好你该做的事就行 我也不用有些脑了 你和唐子七如果真心相爱 我不会挡着你们的路 姚欢 我不是圣人 做不到自己的妻子 在和别人男人搂搂抱抱 暧昧不清 还当做看不见 姚欢却笑了 说来说去 你不就是在吃醋 一个大男人 这么小心眼 我和他今天只是偶遇 他是我这次项目的甲方 今天只是谈合作而已 我想问他 谈合作需要亲吻吗 可是又不敢继续问下去 他这是在给我台阶 或许我可以说服自己 至少他给了自己一个解释 至少他也没有打算离婚 这是仿佛就这么轻飘飘的接过去了 可渐渐的 我还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姚欢每天回来的越来越晚 对我的态度也愈发不耐烦 以前他不喜欢打扮自己 按他的话来说 他不需要装扮自己去讨好别人 也坚信自己已经足够美丽 可现在他能对着镜子打扮一个小时 来确保他今天的装束没有问题 身上也总是染上男士的香水味 刺鼻地让我觉得恶心 他的心已经不在我这里了 直到在晚上亲密的时候 他不耐烦地推开了我 而我也在同时 看见了他脖子上的吻痕 那一刻 我的情绪终于爆发 姚欢 你到底是要选唐子七 还是我 你又在发什么疯 少臣 我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 没有闲情哄你 他脸上满是不悦 甚至戴上了几分厌恶 我将藏在柜子里的照片丢了出来 姚欢 不要把我当傻子 每一张照片 都是他和唐子七亲密的照片 有两人一起手牵手画面 也有两个人拥吻在一起的画面 我已经无法再欺骗自己 姚欢拧着眉看着那些照片 却没有半点心虚 反而立生质问我 你让人跟踪我 我只是不想当个瞎子而已 我抬眸看着他 我们离婚吧 你又来了 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你还想怎么样 我垂眸 轻声道 我可以都还给你 这些天的折磨 已经让我有些不像自己了 不该是这样的 我用目光仔细地描摹着他的样子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好看 但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就这样吧 我放过他 也放过我自己 你还得轻吗 就你那画室 一年能赚多少钱 他嘲讽地看着我 当初他指着我的话 说那是无价之宝 如今却将他们贬得一文不值 正如我一样 我笑着笑着 流下泪来 这个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好啊 那你就把账给我算清楚后 再来和我讨论这件事 少臣 你不要后悔 料下这句话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后悔 到底谁会后悔 我拭目以待 摇欢去的方向 并不是去公司的方向 他是打算去找他寻求安慰吗 还是说迫不及待 和他分享这个好消息了 我们俩之间的账并没有很复杂 事实上我画室 虽然收入的确不高 但也并非他说的那般不堪 除去当初他入股的那部分 折算下来 我大概也有千万的资产 当然 这些雇有资产要变现的话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当初本来就是图方便 才开了这间画室的 或者说这间画室 本来就是为了他而创办的 如今倒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我算好了所有的账 打算去他公司找他 自从那日我们争吵过后 他便再也没有回来 再次来他的公司 我感觉周围人看我的眼神 都有些不对 邵先生 今天总裁不在公司 秘书拦在我面前 虽然他已经努力保持平静 可他时不时瞟向身后 以及不自然的神色 还是暴露了他此刻的紧张 我看向他身后不远处的 总裁办公室 我找姚欢有事 我知道 但现在总裁确实不在 要不您明天再过来 我低头笑了 好 秘书刚松口气 我便已经越过他 朝他身后走去 邵先生 邵先生 总裁真的不在 不在没关系 我只是来送东西的 送完就走 猛地推开门 里面抱在一起的两人 被惊得瞬间分开 姚欢整理着自己的衣服 冷着眼看我 出去 我自嘲一笑 我马上就走 之前你要的东西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当初你入股了二百万 现在折算下来 大概能有一千万的资产 钱我都打到这张卡里面了 另外 离婚协议我已经准备好 你若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签了 一张银行卡 和两份离婚协议 一起推到了他面前 你们先出去 这次他是对着其他人说的 唐紫期有些不乐意 但触及姚欢那阴沉的脸 只懒了懒他肩 我在外面等你 随即他故意撞向我 我微微侧身后抬腿 唐紫期猝不及防地 被绊了一脚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愤愤离去 我在姚欢对面坐下 他似乎并不在意刚刚的一切 冷漠地低头看完所有的条款 神色复杂 你当真什么都不要了 少臣 你会后悔的 我早就后悔了 我不该将爱情寄托在一个 并不爱自己的人身上 姚欢和我结婚 只是觉得我适合结婚 适合那个顾不上家的他 而现在自己之前的优点 已经成了他口中的一无是处 签吧 你 真的要闹到这一步吗 你应该知道 我不可能和他结婚的 我丈夫只有你一个 这还不够吗 他有些恼了 我差点被他这话气笑了 人不能这么贪心 阿欢 鱼与熊掌 不能兼得 这世上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 好 我成全你 他提笔在协议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收拾好东西 同时也准备离开 批减他桌子上的黑咖啡 你胃不好 以后还是少喝点这个吧 他笑了 端起咖啡 直接一眼而尽 我现在不需要你关心 的确 现在我也没有资格再关心他了 我垂眸 准备离开 突然 他捂着嘴干呕起来 飞快地冲到了洗手间 里面不断传来他呕吐的声音 让我有些犹豫 即便和他已经没了关系 但我也不可能看着有人 在我面前出事 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 他推开了我 用冷水洗了一把脸 可下一秒 却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我赶忙将他送到了医院 怀孕 我一脸震惊 医生低头翻看着检查单 根据检查结果 患者已经怀孕一个月了 摇欢面色一白 捂着自己的肚子 也微微愣住 这不可能 可检查结果就在这里 即便是他不想承认 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他真的怀孕了 是我的孩子 我心中是掩不住的喜悦 可随之而来是难过 这孩子来得真不是个时候 如果真的和摇欢离婚了的话 那我们的孩子 便要面临父母分离的局面 阿焕 我想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可摇欢没理会我 而是冷着脸道 医生麻烦帮我安排手术 越快越好 我想过无数种可能 但我偏偏没想到 他居然要将我们的孩子打掉 他讨厌我已经到这个程度 哪怕是他自己的孩子 都不打算要了吗 你不打算要他吗 我的声音带着些许颤抖 摇欢促眉 我没有要生孩子的想法 到底是因为不想生 还是只是因为不想要我的孩子 我红着眼 抓着他的手发问 他将手抽出来 冷着脸道 是不想生你的孩子 留下他好不好 我求你了 我第一次跪在他面前哀求着 这一刻 我不在乎他和其他人暧昧不清 也不在乎他不爱我 只想留下这个孩子 他不爱孩子也没关系 我会给他我全部的爱 不好 少臣 我不想生出的孩子 同你一样没用 我摊坐在地上 正愣地 看着空荡荡的手心 眼泪终于止不住地往下落 他冷漠地安排好了一切 仿佛那不是他的孩子一般 手术很成功 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出来了 我感觉浑身冰凉 仿佛回到了被所有人抛弃的那一天 摇花面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 我想抓住他的手 却被他躲开 唐子柒坐在一旁 抚上他的脸 轻声问 还疼吗 他摇了摇头 扬起一抹笑 此刻的我就像是个外人 不 我现在已经是个外人了 最近不要再忙了 项目的事情 我会让手底下的人尽快跟进 不会有什么问题 辛苦你了 还好有你在 跟我这么客气做什么 唐子柒又转头看着我 眼神带着挑衅和鄙夷 邵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欢欢这边有我照顾就好 想必他这时候 不会想看到你 我只觉得心痛得快要窒息 仓皇地逃离这个地方 我火速搬离了那栋房子 曾经为他画的那些画也全都烧了个干净 从一开始 我就不该抱有希望 只是 每次想到那个没出事的孩子 我都忍不住眼睛发酸 我回到了自己的老房子里 这是我爷爷奶奶曾经的房子 他们已经去世很久了 房子里的家具都落着一层灰 将房子打扫一番后 我在这住了下来 只有待在这里 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曾经也是被爱过的 再次见到他 是我们去领离婚证的时候 他身边依旧站着唐子七 他们的关系似乎更好了 也许他们不久之后会结婚 因为是协议离婚 相关的财产已经早已划分好 很顺利就拿到了离婚证 两个小小的红本本 终结了我的爱情 祝你们幸福 我笑着开口 摇花拧着没看我 别露出这副样子 我是不会挽留你的 现在这局面都是你造成的 我自嘲一笑 没有和他争辩 他坐上唐子七的车离开了 只留我一人站在原地 看着手中的离婚证怅然 刚回老家 就发现门被人打开了 家中只有我 还有那家人有大门的钥匙 那家人显然不可能再回这里 我瞬间警惕起来 莫不是这样的老房子 也能招小偷吧 刚走进去 我便看见那老式沙发上 坐着一对夫妻 刚刚的警惕 瞬间化作戒备 你们怎么来了 有这么和爸妈说话的吗 果然还是这样 没家教 白女士 或者说我的母亲 冷着脸看着我 邵先生同样也是 面色不渝 锐利的目光审视着我 我有爹生 梅娘叫 你们不是已经早就知道了吗 如果你们今天 只是想和我吵架的话 那请你们离开 你 混账东西 邵先生抓起一旁的茶杯 直接朝我砸了过来 随即而来的 还有各种辱骂声 说够了没有 你们再不走的话 我就要报警了 好了 好了 难得看到小陈 别再生气了 白女士抚着她的背 安抚着 转而又看向我 今天我们来找你的确有事 听说你已经跟那女的离婚了 我不由皱眉 她们的消息倒是灵通 我早就说过 那女的不是个什么好人 偏偏你当时猪油蒙了心似的 偏要和她在一起 还好现在断了 今天跟我们一起回少家吧 不用了 这里就是我家 那个冰冷的地方是他们的家 从来不是我的家 我是少家第二个孩子 但我的降生并非因为爱 而是被当作工具 那时候 他们的大孩子生病 需要器官移植 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渗源 他们选择了再生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我 只可惜 我和那孩子没匹配上 他们做的一切只是徒劳 或许是恨我 没能救他们的孩子 所以他们将我丢回了老家 若只是如此 我兴许并不会对他们 有什么怨言 可他们偏偏在我懂事之后 将我带回了少家 我成了少家的客人 看着他们一家人 幸福美满地在一起 却又在他们孩子哭闹地 说出不喜欢我后 毫不犹豫地将我送了回来 今天不管怎么样 你都得跟我们一起回去 少先生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 我摊了摊手 除非你们将我绑回去 事实证明 他们真的敢绑人 再次回到那栋豪华的房子 我心中已经没有半点波澜 要么弄死我 要么我早晚都会离开这里 少先生抬手就想打我 却又被白女士给拦住了 好好和孩子说话 别动不动动手 这次让你回来 是为了你的婚事 当初你不经过我们的允许 就和那女人结婚 现在吃亏了也是活该 我和你妈已经帮你相看了一个好的 明天去和那个小姐见一面 我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孩子吗 这样好的机会 怎么不给她 二十多年的不管不顾 一回来就打算用我联姻 当真是好算盘 你哥的身体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这些年 我们是对不住你 可我们也没亏待你啊 你的吃穿用度 花的不都是少家的 更何况这少家的产业 到时候也定然有你的一份 你现在为少家做些事 有什么不对吗 你当真以为我稀罕你们少家吗 从那次被赶出少家后 我就没有用过少家的一分钱 也对他们没有抱过任何希望 我只想自在地活着 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你明天不见 还有后天 反正到时候 你必须和王家小姐结婚 哐当一声 门被关上 不远处的花园中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清秀男人 此刻也正抬头看着我 他认出了我 我也认出了他 多年不见 他好像愈发瘦了 皮肤也泛着不健康的白 他突然朝我笑了 我心中瞬间像是 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 原以为在看到他 我只会恨他 可现在我才发现 我其实没那么恨他 或者说当时的恨 其实更多的是嫉妒 嫉妒他 为什么能得到父母全部得爱 而我连一块妻生之锁 都不配拥有 我将窗帘重新拉上 隔断了外面的视线 夜晚 他们并没有送晚饭上来 显然是打算敲打敲打我 我甚至在想 如果我一直都不答应的话 他们会不会看着我饿死在这里 门口传来一阵动静 随机门便被打开了 一团黑漆漆的东西 支呀支呀的靠近 我刚要开灯 就听见一道声音 先别开 是他 我哥 少黎 这里是你的东西 我给你拿来了 后门的监控我让人给关了 你可以从那里离开 捏着应该是我的证件和钱包 为什么要帮我 他不是不喜欢我吗 少黎 我的哥哥 我从未想过会得到他的帮助 你就当是我对你的一点弥补 我沉默了一会 终是对他说了声谢谢 带着那个包 打算离开 小陈 对不起 我替我以前对你的伤害道歉 你也不要怪爸妈 要恨的话 恨我好了 要不是我 你应该会有一个圆满的家 他突然开口 我眼前瞬间模糊起来 没回他的话 直接夺门而出 我害怕自己会心软 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眼见我就要踏出那道门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你要去哪 我浑身一僵 终究我还是没逃出去 门外 少黎和他们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我这才明白他们这次让我回来 并不是要我联姻这么简单 少黎的身体已经撑不下去了 他们却把主意打到我孩子身上 他们害了我还不够 还打算连我的孩子也一并毁了 争吵最终在少黎病发后停下 他又被送进医院 这一晚 他们两个都没有回来 第二天 他们眼圈发红的回来了 小陈 你救救救你哥吧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 我的母亲跪在了我面前 祈求我用我的孩子 救他的孩子 我将他的手一点一点掰开 如果你们是要我的命的话 我可以给你 但其他的我给不了 你当真就这么冷血 那是你的亲哥哥呀 或许你们可以试试 再弄出一个孩子 毕竟当初我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求我 不如求你们自己 白女士瞬间脑了 当初我就不该生下 你这个白眼狼 要不是为了你 你哥的身体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你不愿意生 我也会找到就你哥的办法的 于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都没有再来打扰我 直到少黎终于出院 我站在楼上 看着他被人从车上抬下来 他又瘦了 许事时间久了 少家夫妻渐渐放宽了对我的看管 除了不能离开这栋别墅 其他地方我都可以顺便去 小陈来陪我坐坐吧 少黎坐在花园里 仰头看着我 我依然坐在了他身边 抱歉 那次没帮到你 我已经说服爸爸妈妈了 你不用再担心那个可能 安心在家住着吧 你不想活下去吗 我讥笑地问道 少黎沉默了一会 当然想 但其实我更想离开 爸爸妈妈如果没了我的话 他们应该能活得更开心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快被我给逼疯了 不聊这些了 他仰起头 又露出一抹笑 听说你是个很厉害的画家 我可不可以拜托你帮我画一幅画 我同意了 让人取来了我的绘画材料 和煦的阳光下 我一点一点用画笔勾勒出他的样子 后面传来一阵乌叶 我扭头看去 只看见白女士仓皇离去的身影 手中的画笔微顿 又接着继续画下去 很快 一幅画就画了出来 画中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上 眺望着远方微笑着 阳光洒在他身上 为他镀上了一层圣洁的光 很好看 我很喜欢 他大张旗鼓地将那幅画挂在了他的房间 从这天过后 周围的人对我也尊重了许多 甚至连少家夫妻也会对我露出笑容 那近乎讨好又带着歉疚的笑 让我看着觉得扎眼 我惧怕他们再次用亲情裹挟我 更惧怕自己沉溺在他们编织的美好梦中 随着和少黎交流增加 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似乎得到了缓解 有时候 我会推着他去花园里散散步 和他聊一些最近发生的去世 他静静地听着 只偶尔附和几句 但我知道他又认真在听 时间转瞬即逝 我竟在少家待了快一年 少黎的身体情况好好坏坏 每个月有大半的时间都在医院度过 我的生日快到了 这将是我在少家度过的第一个生日 少黎提议要给我办一场生日宴 也向所有人介绍一下我 他们同意了 我不在意这些 我站在少黎身边平静地道 我在意 该向所有人介绍一下我们的少二公子了 不是吗 宴会办得很热闹 可以说社会名流都被请来了 我目着脸 讲完致谢词 刚准备下来 却看见姚欢站在人群中 正看着我 面露异色 显然没想到在这里会看到我 我走下来 正打算离开 却听见她的声音 少沉 我脚步一顿 转头看着她 姚小姐 有什么事吗 她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怎么不叫我阿欢了 你从未和我说过 你是少家人 如果我说了 那会怎么样 还是说在你心里 这样便是有用了 我笑了 眼中满是嘲讽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可你当初 不也是在欺骗我吗 如果你早言明 你是少家二公子 我也不会 够了 我打断了她的话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不会再打扰你 也请姚小姐 不要再来打扰我 姚欢错愕地看着我 亲爱的 你这怎么还在这 大哥他们都等急了 一个陌生的女孩 突然晚上了我的胳膊 我刚要推开她 去见她朝眨眨眼睛 刚抬起的手又放了下来 她是谁 姚欢目光紧紧盯着我的胳膊 声音带着几分锐利 毕生质问 女孩一脸无辜 你这么凶做什么 我是少臣的未婚妻 很高兴见到你 随即她又抬头看着我 走吧 亲爱的 姚欢眼圈微微发红 少臣 你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 怎么可以有别的女人 姚小姐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至于以前的那些承诺 你就当是我在胡言乱语好了 我缓缓开口 眼中已没有半分波动 姚欢还想来拉我 却被其他人给挡住了 我转身离开 余光中瞥见唐子七 见我看到了她 她又往后面躲了躲 我不禁觉得好笑 不过是多了一个身份罢了 她们的态度就能来个180度反转 你认识唐副总吗 女孩笑咪咪地道 只见过几次 不过我似乎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要帮我 女孩立即苦着脸 抱怨道 你居然不认识我 可我却认识你 我就是那位被你拒绝了的 未婚妻王小姐 王宁宇 使我当即便要将手给抽出来 可她却拽得更紧了 喂 别那么嫌弃我呀 看在你前妻还看着的份上 也忍一忍吧 我低头看着她此刻得意的模样 没再说话 听说 你在我那唐副总那吃的大亏 要不要我帮你找回厂子 我虽然不管是 但要换掉一个副总 还是很容易的 不用了 自从知道她就是那个王小姐后 我就没打算和她继续待下去 王宁宇却不依不饶 我就这么不招你喜欢吗 连跟我多待一会都不愿意 我应该长得还算不错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已经走到没什么人的地方了 我停住了脚步 王小姐 我没有结婚的打算 你不用将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将时间花在喜欢的人身上 怎么会是浪费 我冷声道 我们只是第一次见面 谈喜欢 你不觉得太虚伪了吗 谁说我是第一次见你了 我去过你很多次画展的好不好 你每次出席活动 我都有去应援的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 更何况我又没有要逼婚 我只是想跟着你而已 她撇着嘴 委屈极了 眼圈微微泛红 一时间 我有些手足无措 突然知道自己有个粉丝 还追到自己跟前了 该怎么办 在线等 挺急的 随便你好了 我干巴巴地开口 你说的 不许反悔 她立即破涕微笑 我好像给自己招惹了一个麻烦 这场生日会不久 少黎的身体 像是被抽去了精气一般 迅速垮了下去 病床前 她抓着我的手 小陈 宁宇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不要因为我和爸妈之前犯的错 迁怒于她 很抱歉 让你因为我而过得这么辛苦 今后自由地活下去吧 周围的物业声 几乎要将我淹没 好 我哑声道 可不可以在最后叫我一声哥哥 心殿监护仪发出一声长鸣 我泪眼瞬间落下 哥 少黎去世后 少先生他们一夜之间苍老 精力大幅度下降 他们提议 将少家交给我来打理 我笑着拒绝了 已经能逃脱那个囚龙 我又怎么会再回去 我重新开了一家花室 王宁宇依旧会每天过来 只是她现在已经不满足 只在外面看看 总是钻到我房间 看着我画画 一待就是大半天 有天 她拖着腮看着我 突然道 唐副总离职了 我手一顿 就听见她继续道 不是我把她开除的哦 是她自己心虚跑了 你的那个前妻 现在忙得焦头烂额 不打算帮帮她吗 这是她自己选的路 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你的路后面会有我吗 那一刻 她眼中仿佛只有我一人 我陷入了沉默 两久之后才缓缓开口 有 她开心地扑过来 被我稳稳抱住 原来被一个人深爱 是这样的温暖 再听到姚欢的消息 是她公司濒临破产 在我新开的画展上 她竟然出现了 她面黄肌瘦 显然是操劳过度的后果 看见我 姚欢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她想要走过来和我说话 王宁瑜挽上我的胳膊 把我往远处带 我轻笑 低头看她 吃醋了 王宁瑜撇撇嘴 我跟你说啊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可不能 我亲吻她的额头 堵住她后面 要说的话 放心 我爱的只有你一个 她开心地抱住我回稳 周围看话的观众 一时注意到我们 起哄声不止 她又羞红了脸 躲进我的怀里 我笑着向各位抱歉 不远处的姚欢 看到这一幕 惨白着一张脸 匆匆离开 不懂得珍惜真心的人 迟早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